這個圈圈 應該有人看過這邊玩家看看 這個圈圈代表什麼 這個圈圈代表你小學的時候所學會的知識 小學 接下來呢 這個圈圈 這是小學 這個圈圈代表你中學的時候所學會的知識 那我們有分促通嘛對不對 再來呢 分開圈圈 只是你高中的時候所學會的知識 再來呢 到了大學 有一點點不同 哪裡不同 多一多年過大學了 所以今天才會在這邊練研究所 你覺得大學學的知識 還可以再繼續畫一層上去嗎 那是怎麼樣 頭弦說吧 會從眼前變四方形 四方形沒那麼激情齁 有一點 會有點變形 會有點變形 變成什麼形狀呢 當你念研究所的實 當你念大學的實話其實 它不太是國外的有點太坦虛 它不太是跟原本高中的實話念的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有專業 專業 你所會的不是大家都會的 高中之前那個是你會的大家都會的 但是到了大學的時候 像我大學是念四方 你會有 你會有 主修 所以當你有了主修之後 你的知識就變成偏一遍 你知道嗎 你所擁有的知識就偏了一遍 你所擁有的知識就偏了一遍 所以當到了大學的時候呢 你的人選站也不遠 他偏了一遍 他偏了一遍 接下來 研究所 研究所來了 研究所來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研究所的 知識呢 更偏了 OK 研究所的知識更偏了 但是我這裡是組碩士 這個碩士的 這個碩士的 主題會往 大部分的人是往你大學的 主修進去驗證教主 對不對 但是呢 少部分的人會轉換寶道 到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 假設 你今天很不幸 可以練到國士 這個不幸練的國士呢 我們會有一個要求 當然 其實對碩士而言 這個要求比較低 對國士而言 通常這個要求變得很硬性 這個要求是什麼呢 假設這是全世界的所有知識 OK嗎 這是全世界的所有知識 當你念到國士的時候 他要求你這樣子 你憑什麼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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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憑的就是這一個 尖尖的這部分 因為這個尖尖的部分 你畢業了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憑這麼小小一塊尖尖的畢業 而且這一塊呢 可能在整個 知識體系裡面 幾乎看不見 國化的難度太大 但是呢 當你念到國士 你畢業的時候 你又覺得 哇這件事情 目的重要 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請你回路 來看看 世界的知識 跟你的那個尖尖的凸起來 就像針尖一樣 小小的一部分 比起來 是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要告訴你 研究所有時候 也會用這個邀請 碩士班有時候 也會用這個邀請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博士班會用這個要求 而且規定 相對的一定 那如果不是百分之百 通常 也接近 但是你會覺得 世界的事情 簡單還是困難 只不過是 不出那麼一點點頭 那我要告訴各位 一個東西呢 你 如果是在考試的時候 應該是 五十分鐘幾二十題 這是很正常 那 如果是在你日常生活中呢 你可能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五十分鐘 解個兩題 一題就可以了 但是呢 研究所或博士班 跟 大學 或一般人 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是 他五年只接一題 這個五年只解一題的這件事情 就是 就是你的博士論 那 五年解一題 你有沒有覺得 我解的東西一定是 很不得了的東西對不對 你覺得 各位覺得這樣對嗎 五年解一題 還不是很不得了的東西 那應該是什麼 你覺得呢 五年解一題 到底應該解什麼 你現在已經解快兩年了嘛 對不對 稍微說一下吧 很不得了的事情 應該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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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題目 來 其他同學來 好 一路往後 別同學 一路往後 對 如果你五年解一題 你覺得那應該是很不得了的題目嗎 還是 搖頭 搖頭在身體語言裡面 或許我們稍微知道它的意思 那但是呢 在我們學術上 你必須要把它變成文字 請說 你說 太笨了然後呢 所以才我眼睛就是這樣 哦 太笨了所以才五年解一題題目 好 這個 這個答案 答案 這個問題問得好 問得非常好 來 在後面 請你針對它的問題 稍微回答一下 你覺得是這樣嗎 太笨了所以才五年解一題目 正五八五年 正五八五年變十年 那解兩題嗎 還是解一題 OK 來啦 換你 早人一起解 早人一起解 因為五年解一題太久了 一人分一半 所以一人兩年半就可以解完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提早兩年半畢業 好 最後 找四個人 哈哈哈哈 是吧 另外再找四個人 每個人分一年就好 對不對 那五個人只要到五年解完 那我要告訴各位 那些做這種東西的人一點都不笨 五年解一題 是常態 是博士班的常態 郝老師應該 會有深刻的體驗 因為郝老師 剛畢業沒有很久 所以 對這個 我畢業有點 比較多年了 所以已經快忘了那種感覺了 那當你五年解一題的時候 你開始 一開始 人會覺得 哇 信心婆婆 我想要解這個 世界超級無敵巨大的困難題目 然後告訴我們的實定 論文最怕的就是 我要做一個什麼 超級無敵與宙大系統 如果你現在還在做這個 如果你現在是二年級的文學 你還正在做你的春秋大夢 做你的超級無敵與宙大系統 我告訴你 你死定了 千萬不要做超級無敵與宙大系統 你靠的畢業是這一塊 所以 你要做剛好相當 超級無敵與宙小題目 所以 這個小題目 就對了 研究怕大不怕小 怕壞不怕轉 如果你還在做壞的東西 你要有體能 豁出去呢 有到拼了 反正我就是喜歡這個壞的東西 我就是不喜歡窄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人正在努力的做這樣的問題 您多謝稍微跟我講一下你的題目吧 不好意思我一直用你這樣慢一點 因為你是我的學生嘛 因為這樣我才知道你的題目 請告訴我你現在的題目是什麼 現在用FPGA來做一個CT OK 好 您多謝的題目是用FPGA 做一個CT 那你會覺得這個人回到 台灣做CPU的公司 沒有幾家做得出來 其實是可以 但是問題是 做出來賣不出去啊 沒用啊 那 這個說實聲 說他要做CPU 而且 還是不踩我這個老師指定可以告訴你 那 怎麼辦 我告訴你 他完全不符合 這種法則 完全不符合 他指定了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還好還好還好 但是 你今天不是這個 對不對 你今天不是這個啊 你今天是這個啊 所以 你沒有碰到頭 我們可以想辦法讓所有的老師 不要去挑這一點 好嗎 好吧 因為 你做的 是 一個 相對的 導力 氣質性比較大 當你做出來之後 大家覺得你非常的敬意 即使你不符合博士的這種標準 但是大家會覺得你有一個碩士的標準 OK 如果你今天是博士 我不會建議你做這種題目 因為我會害死你 我也不敢說 但是 其實我也不是刻意指定這個題目給你 是有一天 突然你在我旁邊說 是我覺得這個 我比較有興趣 而不是那個 之前的那種題目 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 好啊 既然你喜歡做這個 我們就來做啊 對不對 所以你就不小心跳進來了啦 但是 我不斷的告訴你 這一點就是 這個題目是一個 不正常的 這個題目 是屬於學術裡面 會被歸類為 重新發明文字 沒有什麼用的那種題目 但是 剛好我是一個 不信心的老師 我就要讓你用 重新發明文字來畢業 為什麼不能重新發明文字 我自己都在做 我最近在做一個開放電腦計劃 他的CPU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開放電腦計劃要做什麼 從最底下到最上面 只要是電腦的東西 我們全做了 頭喊 主機板 CPU 作業系統 變異器 主意器 虛擬機 天空漏作 天空漏作 誰搞這種大體目 變成超級低 一種大的半競技 但是 最近 各位可能有人去看賽的那個發展 那我沒有看 因為 因為 我回來 從台灣回來的時候 已經是 是 還沒開始演了 那 為了是要挑戰的那個 不可能 就是要挑戰這種不可能 但是問題是 這種不可能就犯經濟啊 注定就是會 碰到很多問題 各位 如果你們要想清楚 不要犯這種經濟 那如果你要犯這種經濟 你要有缺大的勇氣 就像他那樣子 反正我不畢業了 就算了 就這樣 是的 是的 周健你還可以來得及換題目 如果你真的 不想挑戰這件事情的話 你還可以來得及換題目 好嗎 那我再想一說 應該是 反正 CPU 我也自己來啦 無所謂 好 所以 我們要告訴你的是 如果你要犯這種禁忌 請你一定要想清楚 那 喔 像貴人聖他 賺的更發來就是 他本來賺了好幾億 現在又丟下去 一次號六億 本來的 一億多不見了 接下來還要再欠個 兩三億 這人欠下去 風險多高 萬一 沒賣好怎麼辦 但是有人就是 就是 就是 不甘心嘛 做不甘心嘛 就是這樣 所以就做啦 同樣的 如果你有那種不甘心 你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沒有那種不甘心的話 還是做這個 好 那這個題目辦了很多很多的禁忌 因為 他們有不甘心 謝謝 甚至 連 連偏向某一個方向 偏整身部都不夠 如果你挑一個這種題目的話呢 你 應該會知道一件事 當你挑了這種題目 你已經做了 做到你 覺得我做的 很不錯差不多了 你應該會知道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 這世界上有幾個人 做個別類似的研究 而且 非常接近 那些人的名字 你都知道 至少他們在入門上面的那個名字 你都知道 雖然你不認識他 但是你知道世界有幾 世界上有幾個人做這個 如果你知道的話 代表你的研究成熟了 如果你還不知道 那請你努力 去知道這件事 代表你的研究才能夠成熟 一個好的研究題目 世界上不應該 太多人 十個人 OK 這十個人 現在 正在用這個題目 我知道 你的研究題目夠穿了 你的研究題目夠穿了 信心到達這一點 那如果你 不知道 這個世界上 誰在研究這樣的東西 還是說你發現有成千三萬的人 通通都在研究這樣的東西 那就代表 你的東西真的很夠細 其實這件事情不是絕對很難 而是 你要分得多細 當你分到一定系的程度的時候 就只剩五十個人 假設現在有 500個人 那你就再 把題目再縮小 專攻 其中一個題目 馬上500個就只剩50個 從這50個裡面呢 你再把題目 給切兩半 切成五半好了 馬上就剩10個 但是有些題目不能亂切 你要切的時候要想清楚 如果你亂切 那那個題目只有一半的 沒有另外一半不能做的 那就困難了 舉個例子 如果你做語音辨識 絕對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太多的人在做語音辨識 你做影像處理 你在做影像辨識 這個世界上也有太多的人在做影像辨識 但是 再問一個問題 說 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 用 A方法再做影像辨識 用B方法再做影像辨識 再區分下去 影像辨識可以切成三段 工具鏈 那 這三段各有哪些人 這三段的排列組合是怎麼一樣 如果今天 應該說 會不會來嗎? 一個東西可以拆成三段 這三段呢 特別可以切開 因為這一個可能是影像的細線畫 接下來呢 這個才是去做 譬如說轉換的動作 比如預列轉換之類的 最後呢才去真正進行辨識的動作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拆成三段 拆成三段完了之後呢 每一段又有 N轉換了 那這時候 你研究應該怎麼做 你什麼時候會達到這個世界上只有十個人 在做這件事情 假設是影像變質這個領域有五千個人在做 你什麼時候會達到這個 中間只有十個人在做 簡單 你看 這個 這個 3 常以5 常以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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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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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7 8 8 8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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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觉得第三比较重要呢 比较重要的就一定比较好嘛 各位有没有人有事情要忙的事情先离开 没有的话我们要讲 很多人选择题目在这里会是关键 你要去想这个题目我有没有办法验证 我告诉你如果你一个题目没有办法验证你不要去做 当然除非是像你中线那样子做一个CPU 这是没有办法验证你说这个CPU多好 当然如果做真的研究CPU可以这样比 但是以他的状况来说他不太可能去做到 说我整个CPU做出来 才要去跟全世界最好的人比速度比什么 这个已经太过超越超越能力 个人的能力的伴障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完全不正常的研究方法 但是正常的研究方法是 我今天做出来我还没做之前我就知道我要怎么评估他 最后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实验应该做什么样的比较 只有当我在还没做之前我就知道怎么做实验 我做下去才不会让这个时间 否则你一定会发现说 OK我做的东西很好 很棒 超级无敌语宙大系统 你不用比较 全部都黏在一起 你要怎么比 所以才会切 那当你切到一定的程度 你会发现说OK那 那我既然做的是C4 而且通常你不是做C4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这整个系统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这些所有都有人做了 那既然所有都有人做 我的论文怎么忙到 刚刚说的那个顶 没办法 因为所有都有人做 都是以吃的方法 OK 所以最后你要有一个C4 BLOPS 这个C4BLOPS 才是你做的 然后呢 你去做实验的时候 你就要用这个C4BLOPS 跟这个C4呢 做比较 所以当我把C4BLOPS 靠到这个上面的时候 这个C4BLOPS 跑在哪里 这个特色 是在哪里 你不见得完全可以赢他 我告诉你 你真的做到最后 你会发现要赢他一点点 都是很困难的 但是 你真的念博士的时候 你就要隐行一点点 但是你会发现说 这里其实有窍门 窍门是什么 我虽然这边 拂了他一点点 但是我其他的地方 敷了他很多 对不对 这是有窍门